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打了12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正义 为什么 就是我们完全拿不到工厂到底用了哪一些有机溶剂 不知道他们到底用了哪一些物质 一直分案到12年到现在工人还没有拿回属于他的正义 化学物质不能挡在商业机密的背后 他必须要对劳动公开 让劳动公开他到底用了什么东西 他受到哪一些侵害 然后以后如果出问题了 他也有办法调出来作为他自己的证据 不要资讯翻开 不要资讯翻开 不要商业机密 不要商业机密 请求我们的法官能够明察秋毫 扶持我们的公道 争取到我们应得应有的一个补偿 RCA不害工人 RCA不害工人 管我公道 管我公道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的网站上面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的网站 会有后续相关的播出 那今天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已经发展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那也许有很多朋友知道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 RCA无线电公司 他其实在1970年代就是现在台湾的桃园 去设立了这个相关的厂房 并且雇用了大量的台湾的劳工来去生产相关的电子产品 不过在1994年的时候呢 其实也发现RCA他整个被踢爆被揭露 包括说他长期挖掘这个井挖井 然后请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有机溶剂的物质 这些所谓的有机的废弃物 这些所谓的废弃物 导致这个厂区的这个土壤呢 跟地下水受到严重的污染 所以也造成很多员工跟当地居民的一些 在身体上面心理上面非常严重的伤害 那目前其实已经有成立的是RCA 这个受污染受害者的自救会 那相关的这种所谓的人权团体 法律团体也协助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诉讼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要跟他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节目要跟他邀请到的是 工商协会的专员林岳德来跟我们分享 岳德你好 大家好 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岳德来跟我们谈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各位简单的告诉我们就是当时RCA这个事件发展的一些这个背景 跟那些居民跟民众他们所遭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当时RCA其实是整个算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 因为当时阿姆斯撞登陆月球嘛 那个画面就是经由RCA的卫星传播到全世界这样 那RCA从此声明大噪 然后隔年他就来台湾设厂 可是在当时台湾的经济环境底下 其实是政府他用了一系列奖励外资啊 以及还有一些游农转工的整个过程的政策 让RCA这个美国的大公司来到台湾设厂 但其实在事件爆发之前我们都不太知道 他引进的其实是一只大老虎这样 所以来的时候其实当时对这些现在的阿姨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在里面工作的 他们几乎很多RCA提供了半工半读的机会 那很多阿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RCA工作 所以对那些阿姨来说 他们最青春的时候或者是最快乐的时光 几乎都在工厂 我们现在可能在大学 但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工厂这样 所以其实你去问很多阿姨 他们如果没有事件爆发 他们其实到现在对RCA的回忆都还是好的 因为让他们等于是有工作 又可以办公半读 又可以赚钱养家 贴补一些家用 来改善一些家里的生活 这些阿姨现在大概几岁 大概都五六十岁了 五六十岁 最大个八十几岁都有 那后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后来就是当时RCA在台湾二十二年之后就关厂了嘛 那为什么会选在二十二年关厂 大概有几个推测 就是RCA其实你去观察 它在美国一系列整个世界的流动 通常都是有一个地方 劳工的工资上涨了 法治区延了 它就转往下个地方 那台湾当时也是 就是劳基法开始实施了 很多工业相关的空气污染的法律也开始实施了 那美元就是台币也升值了 那台湾劳工的工资也上涨了 而且二十五年就要付第一本退休金 那二十二年的关厂都只要付资钱费 那退休金是资钱费的一半 那RCA已经决定 如果要转往下一个更便宜的地方的话 那他就选在二十二年的时候关厂 关厂之后两年 那突然有个新闻 就是震惊了当时的员工 就是赵绍康举发 原来RCA在台湾的二十二年间 违法清道远纪容器这样 然后当时那些女工听到这个新闻就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他们同事跟同事联络之间才发现 怎么他身体不好 怎么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 那我是一个领班 一条线生产线上八个人 有四个人生病 然后有六个人生病 四个人是癌症这样 对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一看到这个新闻就 才把自己身体上的状况 跟自己身体上的疾病 跟RCA的污染给连接在一起 才会想说 我当时喝的不就是地下水吗 然后才开始一个联络一个 联络一个 那慢慢集结组织 走到现在 所以其实这个公司在这里设厂了22年 然后在两年 就离开台湾两年之后 我们才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对 据说是有人上 好像是有人之前非也谈不懂 然后去跟赵少康告密这样 这个是传闻吧 但是这个事件是赵少康接获密报举发的 这个是事实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 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这种所谓的国际的代工 那这些所谓的高污染的工业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透过比较长的劳力密集的这些产业 他们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 或相对能够比较便宜的国家 他们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大量的 这种所谓的劳动力的生产 那当然它过程也是一个剥削的过程 而在当时也造成的 不仅是这种所谓的劳动力造造成的剥削 甚至连整个身体都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对对对 而且他们重点是这些劳工 可能事情没爆发的时候 可能还不知道这样 所以我们确实也看到 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工厂 比如说郭台铭的事情 也是到大陆去 对大陆的工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一直全球化的发展底下 真的是很多最底层的工人 都身在这种不知名的伤害之中 可是我比较不理解的是 难道在这22年当中 这些劳工 这些工人们 这些阿姨们都完全没有发现 他身体有任何的异样吗 有 但比如说在生产线他们还在的时候 就已经当时也有人还在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这样 那最多他们最有感觉的是 他们流产的事情非常多 流产 然后对月经不顺的事情非常多 大量出血 然后整个对于女性的生殖的伤害 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那几乎或者是很多人很早就提醒了 对 类似的东西 但是然后他们当时并完全没有把自己身体上的状况 跟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 那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大部分身体状况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对 第二个是这个又是一个不太好奇耻 跟人家讲我流产的这种 比较私密的一些疾病 或者是都是觉得自己的状况 那他们在当时只是觉得有些怪 就是第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有激溶机有毒 所以领班家他们往地上倒的时候 他们真的就是往地上倒 往金里倒 往水沟里倒 往厕所里倒这样 那唯一觉得怪的就是 他们觉得饮水机有味道 惶惶的 对 那但是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还是要喝水啊 那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 在水里面加茶叶 加酸梅 把味道盖过去 让自己还可以把那些水给喝下去 嗯 可是我相信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人会有一些怀疑 就是我怎么确认 刚刚提到的停经的问题 或是流产的问题 甚至过世的问题 是跟这个工厂是有关的呢 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在诉讼上遇到最大最大的困难 对因为对方通常都是要负一些举证责任嘛 对 就是我后来理矮了 我这个矮症到底跟有机溶剂有没有什么相关性 那我们觉得这些通常都是对劳工非常非常独立的 第一个是在整个官司的诉讼过程里面 而且RCA也一把火烧掉了 几乎所有的资料都不提供这样 一把火烧掉 对 他说他的东西放在仓库里面仓库失火 对 而且他在法庭上竟然最后还在讲说 劳工完全没有办法举证RCA有用三绿乙烯 那请问应该举证有用三绿乙烯 还是没有三绿乙烯的最了解的是谁 应该是RCA吧 可是没有办法去查扣或者是去了解他们当时整个生产过程 所有使用的这些有机溶剂或是相关的原料 这是设施的这些 不管是硬体或者是这些所谓的软体这些或是化学药品 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把它调查出来吗 没有因为他们就是第一个他们不提供 第二个是他们说一把火烧掉了 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要去哪边掉 那生下的东西当然哪边 而且可恶的这个国家也有责任 国家也没有资料在国家这一边这样 所以确实在举证上非常困难 那我们还是在劳工经历东挖西挖的地方 其实我们到现在法庭上所有的证据都几乎都是劳工提供的 而且他们立腔血的污染也是事实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劳工不利的是 你要做到每一个他们总共用了 我们知道的哦 因为他们不提供资料 所以光我们知道的 他们在里面用的有机溶剂 大概就已经有二十几种了 你要把这每一种做到相对应的疾病 而且这二十几种加起来有没有鸡尾酒效应 它是相加的效应 还是相成的效应 还是相减的效应 你光这一些东西做出来 你恐怕就要八百年 劳工完全没有办法等那么久 他们现在每活过一天就是多一天这样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其实要像刚才老师说的 要做到这么细的因果关系 其实对劳工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我们觉得RCA污染是事实 这些污染物会伤害劳工的身心是事实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们觉得应该就是用一般的流行病学作为举证 你就应该确认RCA对于RCA的工作环境 它的地下水的污染 它给劳工喝的 闻的 在厂房里面的空气都是对劳工有伤害的 就应该对于劳工的身体状况不得 这是我们在法定与漫长的主张 那当然我们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 我们会尽量证明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三绿锡跟四绿锡 已经准备是EH的致癌物了 这些我们都会尽量矩阵 可是我们会认为 其实矩阵到这边对劳工来说 我们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希望 我觉得这其实刚刚有谈到一个背景 因为在当时的政府 其实还是站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的 这种所谓世界体系当中 一个比较伟端的 或者是比较代工式的 那当时没有相关的任何的 所谓的劳工的法律 没有任何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环境的法令 可以去监理控管这些公司的作为吗 我第一个是当时的法律 确实没有像现在这么严 很多法律都是 就是劳机法 职业安全卫生法都是 都是在整个油农转伤的过程里面 很多工人牺牲了之后才慢慢推过的 比如说现在的职业安全卫生法 就是在规定厂里面所有的事情的 也是有工人 它是温暖三律当场急性暴毙的时候 才提供的一个法案 环保法规又是真的是 更后几年才越来越多 比如说RCA其实也让台湾的法律 有更往前进 比如说图乌法也是因为RCA的事件 才被催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类似的法令 几乎真的都是要等到工人受伤了 受害了 求救无门了 上去抗争了 国家的法律才会有一些些的前进这样 所以当时 而且当时确实是法律越来越远之后 RCA就在想着官场要离开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家非常 伤心也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 那不过我觉得 我不晓得我们待会可以回过谈 我们的政府 它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例如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种所谓的国际之间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某一个美国的工厂到台湾来设厂 然后导致台湾的民众受到这么大的生理 跟心理上面这么严重的伤害 那其实应该某种程度我会觉得说 这应该是由国家出面去进行跨国诉讼 就是国家他应该出来不只是要去保护 或是某种的这种补偿救济的措施 他甚至应该要出来去进行跨国诉讼 去告美国的这家公司 甚至去告美国政府 我觉得都不为过 我不晓得我们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作为 在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上 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 这些刚刚提到的阿姨们 他们现在的生存的生活的状况是什么 这些对他们生理的这种造成的影响 身体的造成影响 对他日后他的社会关系也好 他的身体的状况也好 家庭的关系也好 他到底产生什么样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会有广播声音的播出 只要透过FM88.1的频道 你就可以收听得到 在民雄地区就可以收听得到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N的网站上面 我们也会进行直播 之后也会在公民进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 会有后续的完整的播出 今天节目要来跟大家谈一个 我觉得让人非常愤怒 让人非常难过 也让人非常生气的议题 有时在1970代事实上 台湾还在从农业短工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大量的引进了很多跨国的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美国 这些所谓的科技的 或者是这种高污染的这些公司 而这些公司因为考量了当时的台湾 还是一个人力比较便宜的时代 所以他来这里设厂 可是当台湾的法令 要求一些基本公司 跟一些基本的这种所谓的 环境法规之后这些公司 也就离开了台湾 但是他遗留下来的 也许在某些经济上面 对台湾的确是有帮助 可是他遗留更大的是一种 污染以及人工人员的 这个伤害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的是 在20年前就曾经发生过 一个非常重要的污染事件 RCA的事件 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他邀请的是工商协会的专业员 林悦德来跟我们讨论 悦德你好 大家好 我们在上段的节目当中 其实也提到的这些阿姨们 就是RCA的这些阿姨们 他们现在大概已经五六十岁 甚至已经高龄七八十岁了 他们其实在1970代的时候 就开始到RCA去工作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并不清楚 他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 有机容器的污染 甚至导致他们身体很大的伤害 包括刚刚提到了有人流产有人停经 甚至也有人在当时就已经 在莫名的情况之下得了癌症过世 那这些还继续生存 继续活下来的这些阿姨们 他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 他们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 因为身体上的疾病 很多阿姨都说RCA 几乎改变了他的后半身这样 那很多人其实是因为身体上的生病了之后 就几乎没有办法工作 那整个生活就是陷入困难 那或者是现在只能靠家庭的其他人 在帮忙支撑这样 对 那其实有几个是我们看了都会觉得很难过 或者是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帮忙的 那其实我们找了很多志工完成了一本口述词 叫做《拒绝被遗忘的声音》 那总共记录了12个阿姨的故事 那其实有一些一直到现在做完了 我都还非常印象深刻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RCA的证人 他是叫阿嫖这样 他在2000年其实在一个纪录片叫做《奇迹的背后》里面有出现 他这样子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可是到他们一直等到2009年 RCA这群工人才有第一个证人踏上法庭 他已经过10年了这样 那阿嫖那个时候他是别人来的患者 到法庭上其实讲话已经说不清楚了这样 他也是很坚实的一个字的说给法官听 当时律师还帮他准备了白板 想说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就用白板写这样 即便讲不清楚他还是慢慢的讲 那法官也很认真听他真的从头到尾没用过一次白板 那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愿意 我非常愿意作证 那在后面旁听人都知道 其实这群工人等上台等讲这句话已经等了10年 那阿嫖现在状况当然就更早 前一阵子还住到嘉湖病房 那现在基本上还好又渡过了一次难关这样 那他现在是连喝水都没有办法 他只能从那个有一个胃管里面打一些吸的东西进去 所以他每天早上醒来就是把一些食物给打成10这样 对做三餐爱来施 已经受到三餐自己攻击了这样 可是他像他就非常非常的觉得 他真的很希望在他还在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些事情 还他一个正义 还他的同事的正义 就是像阿条他也很想替他还有替他的好姐妹逃功道这样 像他有个好姐妹杨玉美 就是人缘非常非常好这样 那当时百岳也都等过了 身体非常健康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离爱走了这样 他都一直觉得阿条撑到现在 他都真的很希望在他还在的时候 能够看到国家还他还有他的同事一些正义 然后还有像辛贝他是八十几岁 然后一个退休老兵 然后来台湾 然后原本不想再娶了这样 然后有人就介绍他的老婆给他 然后他原本也觉得他老婆太年轻了这样 结果他老婆就回他一句说 我都不嫌你老婆嫌我年轻 他就觉得太有个性了就结婚 然后非常非常的恩爱 那也是为了养家 那他老婆只好到她自己去工作 然后原本辛贝后来退休之后 都想说可以带着老婆过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样 就没有想到四十几岁 他老婆就也是BMI 然后就亡生了这样 那辛贝他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小孩 他可能就跟着他老婆走了 那他现在八十八岁 他其实每一次开提每一次抗争 他都一定拖着拐杖也会到现场 就是西文青的公道 其实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法庭的时候 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帮我们开了一个纪录片 他就有一个配音是辛贝就讲说 他说他祖先到他这一辈子没有人经过法院 他觉得这个法院是非常非常羞耻 然后就看到那个导游配着一个画面 就是辛贝的被人走进法庭的被人 他就为了他的老婆不知道清楚法院多少次 后来统计到现在 他们其实曾经因为程序的问题而拜祀过 所以从2000年重启走到现在 至少一年开了57次庭 类似的事情其实在RCA的500多个会员 还在输送里面的会员 其实非常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我想当年会去工厂上班 通常在家庭的所得上面 或者是对很多人来讲 他可能是非常重要 甚至是唯一的收入 可是离开了工厂 他却带来这么严重的身体的伤害 甚至得了炎症 那也必须长期住院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人去支持他们 去协助他们 不管是在经济上面 或是在其他的方式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际事件 我们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 其实我必须说 就是某一方面 关怀协会几乎都是靠会员 一点点非常少的会费 走到现在 所以目前整个还是会以官司为主 这样 那我们其实能够做到的 就是某一方面的陪伴跟支持 那其实有一些状况比较多的 坦白说 比如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工作的 对 我们家庭上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大支柱的 坦白说我们不管是工商协会 还是阿建元工关怀协会的能量 并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 所以也只能帮他去找 再转接一些其他的社会团体 或者是低收入户 用各种方式来支撑他 能够让他继续活下去 那我们其实对于生活的补助 也像政府争取过好几次了 政府不给就是不给 那原因竟然跟资方说的一样 他说这个事情还要在调查 他还要在调查 那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对老公有利的调查 这个是人的状况 那你说打跨国诉讼 其实当时我们最早出来的都是代位求查 跟官场公安一样 那政府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那后来好不容易 老公自己凑到一笔钱 想说没有可能打跨国诉讼的可能 就有几个干部去美国会发现 其实打跨国诉讼 对这些老公来说门槛更高 第一个是你语言不同 第二个是 那美国那边的法律也不是很了解 第三个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都在台湾 也不可能美国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就一批人包起美国去这样 那可是从头到尾 政府对于土地 他有要求他事业整治 可是真的对于劳工 几乎所有的不赔偿 甚至于连 他给的见解也都是最基本的见解 连安政筛检都没争取到这样 那这些我们是持续向政府抗争 绝对要逼政府面对的 那他现在可能会有些说法说 近代司法判决 或者是会在演义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其实也是一直会告诉政府 这些老公 应该给他们应该要有的不赔偿 所以现在是告政府还是在告RCA 告RCA 靠RCA 对 我们现在其实是三个 因为他们类似的资本流动 RCA后来转卖给G1 然后G1又把桃园的部分转卖给一个唐普森 G1到现在还在帮台湾盖核点 所以唐普森是卖给台湾大法院战前 那我们是觉得从头到尾 类似的转移都应该不连带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是提高RCAG1跟桃园 那现在目前的诉讼的进度是怎么样呢 现在其实我们在12月12号的时候 一审的部分 他们走了15年才走到一审 一审的部分 在12月12号的时候 最后一次凯宁解便已经完成 所以现在一审会在4月17号做一个宣判 接受捐款吗 你们的单位 有 就是捐款的部分可以直接汇到 就是我们是邮局化博 或者是直接寄到工商协会指名给RCA都可以 我想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跟我们的这个节目上面 都会把捐款的这种所谓的账户整个秀出来 那大家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支持这些 为了台湾经济发展 受到非常大的伤害跟牺牲的朋友 我想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去支持 或是参与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不管是诉讼也好 或者是抗争也好 或是抗议也好 其实对工商协会来说 我们一直觉得 这个恐怕不是支持 而是当只要类似的发展没有改变 国家的制度没有改变 我们都是受害者 比如说像丙心的事情 我们恐怕 你没有爆发 我看每个人都像RCA的工人一样 完全不知道喝了什么东西 这样 所以现在其实是全民工商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的状况 还是 就是不能用商业机密 而不公开任何化学物质 就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会要求政府 征收RCA那块土地 在原地兴建劳工纪念馆 或者是劳工纪念碑 那以土地整治到底 他们现在土地 那块土地的污染 已经确定污染 会蔓延到场外 那绝对要求他场内场外 一度整治不能切割 其实现在光RCA的案子 都还在争取的 那其实他争取的事情 也跟大家都是非常不同的 我想这绝对不是这些RCA工人的事情 不是这些阿姨的事情 而是大家的事情 那这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发展 其实让这个土地 或是这里面的人 承受非常非常大的这种伤害 而这个发展主义 这种所以经济发展挂帅的 这种所谓的国家发展 社会发展思维 恐怕是一个非常必需要 去重心的扭转 翻转甚至检讨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当然退而求其次 当然就是整个的这个 资讯的透明 或者整个的这个所谓的 基本的这种劳动 跟环境的保障 我觉得这都已经是 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那实现关系 我们就没办法跟大家 再多进一步的了解 再进一步的深入的讨论 不过我想这个议题 我们都必须要持续的关注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朋友 除了希望在这个 大的政策上面改变之外 在我们个人目前可以做的 不管是捐款 或者是相关的参与的话 我们都能够持续的投入 那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来宾来 跟我们一起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谢谢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